大家好 欢迎回到眸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是我们的眸向重案组 2022年2月14日 情人节 星期一 下午时间 情人节快乐 今节有我许探长 虽然情人节我们都要继续查案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片 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眸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布 沙冷戏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大家看到标题都应该知道 想讲讲有关李梓敬 真是相当之厉害 他不做立法会议员 不做KOL之后 应该绝对有资格去做这个编剧 竟然他可以将刚刚12号的时候 发生在大围新翠村新芳流队出的足球场检测站 有一个黑衣白鸞男 27岁 没工作 去烧垃圾车 推进检测站里面 后来也被检测站里面的人员制服了 也有一位很有心的阿姐 立即拿瓶水 试试去救火 淋测他 当然了 后来有消防员到场 搞定他才是最为妥当和标准 当然了 这个白鸞男 也是被警方拘捕了 后来 警方也有一个叫案情简报 我也有听了 听完 其实在这个案情简报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李梓敬 也没有提到这个白鸞男是想袭击什么人 竟然李梓敬可以把创作力扣在自己里面 就是说黑暗暗杀李梓敬失败 措手笑检测站问号 真是不得不写个伏字给他 即是可以将两件事完全不关你事 就上升到这个层次 就是说黑暗来找你 好像抓晦气 暗杀李 好像当时何君尧在屯门码头 那个街站不是一个刺客 又买好扎花 又买了个公仔 又说想找何君尧拍照 谁知道就不是拿相机 拿把刀出来 这次这个白鸞男他也是有一把戒刀的 这里是一件事 李梓敬在他的节目上相当精彩 说得很搞笑 但是相信他的人 听起来就好像很过瘾 也觉得好像似层层那样 小心点 梓敬 但当你听起来警方的案情简报的时候 觉得完全不关你事 你这样抽水也可以 如果你只是听李梓敬的创作剧场 就觉得挺似层层 或者挺过瘾的 但是当两者拼起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觉 这人完全胡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首先 将两段声带 即是李梓敬的精彩暗杀计划的故事 说一次 然后到警方 现实版 记住 真是实实实实实实实在在 警方的案情简报 说回这件事出来 一拼大家就知道 究竟哪里有问题了 我将一些重点的位置 会重复这样讲几次 所以声音也经过特别处理 即李梓敬的声音 基本上都不是很想听得很清楚 警方方面 我也是将某些重点位重复了几次 不如大家一起听了先 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件案件 好吗 刚才说过了 去到新翠检测试测试测 试测完之后 就去了和我们区来服务的林雨昕和林玉华 探讨我们在包着口罩 准备派给街坊的义工之后 大概4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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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 但未回到家之前 就收到我们在检测站帮手的义工很紧张地打给我 通知我有暴徒在这个检测站放火 马上传了一条他自己拍的影片和几张照片给指径了解情况 其实今次这件事发生之后 有很多人都担心指径的安全 事关黑暴行空的时候 只是在我离开同一个地点不够半个小时内 不够半个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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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天不巧要去看义工包口罩 一般来说我都会留久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黑暴就会见到我了 大家要留意 其实当时这个黑暴身上有一把15厘米长的戒刀 令到很多人都担心 他会不会是看到我的直播之后 知道我在这里 就想下来襲击我 作一个咕囊式的襲击 但见不到我就转移去这个销检测站 就着这个可能性 警方也有跟我聊过 而他们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都叫我近段时间要加强身边的保安 不过我只认觉得大家又不用太过为我担心 其实自从2019年之后 我去一个地方之前 都很少会事先张扬 大家好 我是新加林总区刑事部处理警司陈嘉盈 现在我向大家交代一宗在今天发生 在大围新翠村足球场劳动彩影站发生的 纵火和公众地方藏有攻击性武器案件 在案件中 我们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 在今天 即是2022年2月12日 在下午大概4点45分 一名男子推着一架着火的垃圾车 由检测站的后门推进去检测站 期间有检测站的职员发现垃圾车已经着火了 大声喝止谈的男子 但那个男子不单不理会职员 还继续拿了一支止汗剂出来 噴向着火的垃圾车 令到火势加剧 现场的职员有数名职员 即时上前制止了该名的男子 而最后他们也用了在现场有的瓶装水去构式火 在案件中是没有人受伤的 该名男子是一名本地男子 27岁 我们警方以中火 及公共地方藏有攻击性武器 已经拘捕了该名男子 在该名男子的身上 我们手里有两个打火机 亦有一把大概15厘米长的戒刀 根据我们警方的调查 该名男子是有精神病记录的 亦都在我们的调查相信 该名男子在今次是独自行事的 事前亦都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 我们亦都没有证据显示 今次的案件是有其他人的参与的 我们相信该名男子是因为 不满这个检测站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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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次犯汗的时候 对这个检测站制造混乱 而表达他的不满 我们警方强调 中火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 我亦都谴责在事件中 有人用一个暴力的行为 去宣洩自己的不满 最后我们都强调 在疫情的严重期间 我们呼吁市民 不要在检测站里面制造任何混乱 而对我们在抗疫工作造成阻碍 我今次的简测是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明白了 各位网友、听众 应该都听到了 Madam也说得很清楚 其实这个白卡友 基本上就是不满这个检测站里面的安排 所以才作出今次的行动 所以大家听到那一句 我重复了几次 完全没有提到 对于任何人 或者是想向哪个人尋仇 或者想向哪个人作出襲击 是零 完全没有提过 如果是的话 怎会警方 不会好像李梓敬所说 可能会向哪些人襲击 计划向哪些人要下手 动刀动脚 或者BBQ 或者什么 完全没有提到 更加没有 好像李梓敬那一句 对他不利 不排除这个可能 如果是的话 警方在案情简报 理论上是会说出来的 究竟李梓敬有没有说大话呢 各自心里面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而且我们分析一下 李梓敬有什么大定戒刀 有什么孤狼式的襲击 对他不利 只不过见他不到 所以转去BBQ检测 这个更好笑 大家听到吗 案情也有提到的 是这个白卡友 首先就是在检测站以外的后门 就准备好BBQ了的垃圾车 这样推进来的 如果你说他真的有心要去找李梓敬的话 他是不是应该会在检测站里面闯荡 那为什么他一开波 就已经是烧了垃圾车 而推进去的呢 这已经不合理了 而且他已经说明是暗杀 暗杀的话为什么这么洋 还要BBQ了垃圾车 这样推进来 好像推生日蛋糕 就是点着蠟燭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样推进来 去到宣洩他的不满 再者 这个人只不过是叫香港人反抗 不是叫香港人反李梓敬 或者不是大叫李梓敬出来 李梓敬这个人渣快点出来 所以这个人作得就是作的 可以说到这么夸张 当然了 他就说是街坊担心他 就是会不会来襲击他 你竟然把一些 司拉阿禅的假设 或者一些司拉闲话 就放上一个 你自己叫做KOL的节目里 还大声说要暗杀你 好像差很远 假如这个白卡友 他一心想暗杀你 又怎么会那么笨 又怎么又突然跑去 BBQ垃圾桶 然后推进来 再者 我们都听到Madam所说 他还带了一支止汗噴霧 噴到火堆 就是让他加大火势 很明显的东西 他带定打火机 还要是两个 你说如果他是吃烟的 带一个都够 现在天口又那么冷 还需要带止汗噴霧噴箱底 噴其他地方也可以 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噴 很明显 这人一心想来玩BBQ 也不是说要用戒刀来暗杀你之劲 如果要暗杀你之劲 那为什么还要带这个噴劑和打火机 如果你用打火机 是不是应该要配合什么二言液体 现在他是想拿刀来暗杀你 还是究竟来BBQ 所以这个人也完全说不通 还好笑 他说到街坊跟他说 是不是看了他的直播 知道他去了这个检测站 所以故意马上走过来 要找他来暗杀 如果真的暗杀的话 那个计划会不会真的留了一点 再者 你又说什么 不会事先张扬自己会去哪里 我想问一下 较早前你选立法会议员的时候 我都有见到你说会出席什么街站 这些是否叫做事先张扬 即是你讲大话 或者胡说 都起码有个谱 是吧 再者 还有你之前要搞那些什么鬼 在街上叫什么联署 叫街坊签名 那样那样那些 你一早都有通知记者 如果那些记者知鬼 你来这里搞街站 或者搞这些 呼吁的人签名 所以这个人说话都没有据真的 一说一听到 你没有事先张扬你会去哪里 不是吧 即是没胡说 如果不是的话 那些媒体怎么会懂得来 平时 是不是 其实街站那些也有说过一下 他也会 而且他那些派饭 派什么派密 也有预先张扬 如果别人怎么知道 你会来 是不是 所以一听他的东西都是大话居多的 这个叫做什么 黑暗杀 止境失败 那就好心理了 即使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 如果是的话 我相信 警方会在案情简报都会说出来 很可惜 完全一句都没有提到 究竟警方 有没有跟他这样联络过 叫他小心点 什么出入 你说叫做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这一句如果假如真的的话 都没所谓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问我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那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有都不顶的 是吧 可能机会很低的 那我就好心 这个是李梓敬 做一些实事 那我们看一看 那个时间续 也挺有趣的 那他说 离开了那个检测站 就不够半个小时 而Madam就说 大概是发生在4点45分的下午 那即使呢 李梓敬 应该啊 就可能大约 我想 4点20分之前 就离开了 那他跟着呢 就说自己大概 就在4点半的时候 就离开了那个 类似办事处的物体 就是说看一些义工 就叫做包口罩 他都挺快的 那他说半个小时以内 那我当是 刚才提到 4点20分之前 就离开了这个检测站 那他去到这个 看义工包口罩的地方 4点半就已经走 即使呢 走过去这个 看义工包口罩的地方 再加上去逗留 再加上去走呢 前后呢 就是大概呢 十分钟以内的范围 那很明显呢 这些人呢 何解呢 即是你去到 哦 喂 hello hello 拍两幅照 打下卡 辛苦了辛苦了 跟着就走了 如果真是呢 一个有心 想帮社会的人 帮社区人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会坐下在那 帮忙一起包一会儿 即是你不是 只是来说个hi 打个招呼 就走的 即是你会被人觉得 你觉得你是贴地 是亲民 即是大家在一起 不是你高高在上 是一个立法会议员 看完save hi 拍张照打卡 哇 我们的义工多努力 怎样 然后耶 就走了 这些呢 很明显是打卡抽水 跟着就回家 就马上 就搞个facebook 或者写下不同的稿 准备做节目 哇 怎么知道呢 被他撞着这个 电脑呢 就去了他前后脚 这个简派站 这里就烧夜 动高的床板 就被他想到一个 这么惊天的阴谋 就是暗杀李子敬 那大家 不妨一起留言说一下 这个抽水怪 真是正经事不做 只是想起这些 完全是天马行空的 桥段 来做节目 香港有这些立法会员 真是香港的悲哀 那么今次案件 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